今次會介紹兩個網站給大家 第一個網站就是Test to 3D 我們進入了文字之後 就可以做出類似這種3D的效果 我自己試過用不同的文字去將來相片 我自己覺得效果都頗不錯 第二個網站就是做到類似這種3D效果 我們只要輸入照片就可以做到類似這種3D效果 第一個網站就是這個網站 就是用文字可以做到一些3D效果 我們進入這個網站其實很簡單 只有一個地方需要輸入東西 就是這個位置 這裡有Version 1.5和Version 2.1 這張照片我輸入了文字 然後用Version 2.1去Generate 我自己覺得好像Version 2.1Generate出來的照片 這個就是用同一段文字去Generate 你會見到好像色彩是暗淡一點 這個我就是用Version 1.5 但是用另一個文字 Version 1.5是否一定差一點呢 我又覺得不是的 因為你會見到其實出來可能有另一種效果 還有另一種體驗 這個是用同一段文字 就是用Version 2.1去Generate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可以試一下Version 1.5和Version 2.1 去看看哪一個效果是自己喜歡的 我們進到這個網站 其實你會見到只有一個位置需要輸入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就可以輸入一些不同的文字 這個位置就是讓你選Version 1.5或者Version 2.1 然後就按Generate 就會出到類似這類的效果 如果我們覺得這個Free的效果不錯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右下方看到Download Image 我們按Download 然後它就會出了這張長圖 所以這個網站其實很User friendly 我們只要輸入文字就可以幫我們刪成這些3D效果 至於我們怎樣去寫這些文字 其實我之前也有一些video 教大家怎樣去寫這些文字 我也會把這些教學在Description 如果大家不知道怎樣去寫這些文字的話 也可以去看我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些教學 我們進來這個網站 我們就按這個Continue 它就會叫你Create Accounts 然後你跟著那些步驟就可以開到那個Accounts 我們Login完之後 我們就會進到這個版面 左手方就看到Upload 我們按一下 我之前就好像用Buvilo 還是Mid Jenny去做這隻比卡超 我就用它作為教學 你把照片寫進來之後 你就已經看到它好像很3D 然後我們就看到Animation Link 按一下我們就可以選擇它的不同的時場 然後我們就可以選擇不同的Animation Style 譬如這個可能是一個Circle 然後我們也可以選擇Horizontal 或者Vertical 我就選擇Wide Circle 然後Amount of Motion 這裡也可以選擇不同的Motion Rregular 這個就是快一點 但可能會均勻一點 我就選擇Rregular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Focus Point 其實它的選擇都不是很多 所以你可以各個按完之後去試一下它的效果 你完成之後就可以按下下有一個叫Share 然後它就會有不同的方法 譬如這個是Facebook的3D 或者你可以把它save成MP4 然後就這樣save 譬如這個就是GIF 這個就是MP4的format 今次的講解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影片有用的話 就記得subscribe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一個 notification 你就會收到我第一時間的教學 如果大家想試玩的話 也可以在我Description那裡拿回這兩個網址 下一個影片就會介紹另一個網站 就是輸入一些文字可以自動刪成一些影片 如果大家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留意我的YouTube頻道